我們在沿路很多的一個可以玩的東西 光是這個職務我們都可以拿來可以講解好幾樣的東西 因為我先前做的作品真的是比較傳統 我說傳統的是因為我表演是背景 我是主修導演編舞還有表演 然後都會跟人發生關係 就是需要表演者 然後只是那一刻 不管是針對這次疫情還是跟部落生態跟不同人工作的時候 那個花很大的力氣在協調個人的時間 然後那個時間其實當部落族人他是可以說是素人 但那個素人只是針對於表演這件事素人 他們在其他領域都是專業的時候 其實我們沒辦法用專業的表演者的時間來跟他一起要求 或跟他一起工作我們反而真的要順應這個來產生可以產生什麼樣作品 其實我發現我來的時間都會是部落比較忙的時間 然後我會覺得這樣子的參與我會太干擾部落原本的作息 然後那個跟原本我起初的意圖是有衝突的 因為我們應該順應部落的生活然後一起跟他們共創 然後那個時候還有一個主要的原因是 理事長一直想把文化跟類似觀光產業的東西互相結合 然後所以理事長在很多的點有很多工作坊 還有很多部落踏查導覽還有體驗營 然後我覺得這個有趣的是當我看見他們如何接待賞客或接待群體客人的時候 觀光客的時候他們都有不同的應對方式 然後這時候我就想說介入是如果有一個聲音故事 然後這個故事是會不斷告訴你文化脈絡 然後但是他又有他的創造性跟創意 然後當聽眾聽到這聲音之後 他可以拿這些文化創意或是文化脈絡 去跟部落族人理事長或是導覽員來求證這些事實 他們其實會創造跟部落的人更緊密的關係 有些是虛構的然後有些是真實的 然後真實的是不是還存在 然後虛構到太像真實了等等 他都是可以是引發話題的一個點 然後聲音故事文本才現在誕生 然後那個聲音故事文本是從官方認定的阿美族神話開始 但是我去翻轉這個神話是 我希望在這神話裡面我們架空我們現在的環境 架空我們現在的可能有一點點是文化脈絡 所以那時候對我來講故事是很重要的 然後會想要用耳機跟聲音來講的原因是 當口傳一直在口傳這件事實的同時 等於是貓公現在有一個作品是不斷的跟你說故事 然後那故事不再是老人家 而是匯聚老人家所有的事情 還有這部落的經歷 然後一次傳導傳輸給觀眾 讓觀眾一次接收完的時候 他會有很多奇想跟發想 可以繼續向部落的其他人來問 或是來查證 然後那一刻的緊密的關係 我會覺得這個是這個作品最重要的 所以才會覺得 喔那來部落不是只看重要的人 重要的場合 重要的時間地點 而是各個時刻都是可以給人家看的 但那個給人家看並不是我們族人要準備好什麼 而是這個是我們原本的生活樣貌 但你必須接受 因為這個是我們生活 居住的生態環境 還有我們的行為模式 所以我更想要把這一點放大是 無時無刻 部落都有動態 讓你看見 但部落動態 不是每一次都要達到你心目中的高潮 它才是文化的樣貌 所以它越原本的樣貌 它越是我想要探求的地方 我是Naga 這是你提取的最後一段記憶 在由你ola中開始 它的中心 很聖心 田律賊 聞集書 踩只看名字 in